汪德双人组分享创作表决。 最爱台湾这一位。 英伦电影组合OH Wonder、汪德双人组来台立刻品尝了台湾面试美食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8308。 英伦电影组合OH Wonder、汪德双人组由女主唱Josephine及玩乐团的Antony组成。 于今,8日,晚于台北举办演唱会,来台湾的上一站是上海。 昨日由于扳机延迟而延后到台湾的时间,但是把握时间的他们撑住来台空档,跑去宁夏夜市大快朵一番。 OH Wonder、汪德双人组亚洲寻回开跑,以前来到台湾准备的他们。 笑说已经去宁夏夜市逛了一下,对于台湾的食物可是赞予有加,我们吃炸蛋蛋饼、春卷冰淇淋、金橘柠檬,虽然行程很累,但是很开心。 此外也笑说下次会体验一下台湾的国民美食,臭豆腐的滋味。 Anthony更表示在英国时,最爱的台湾美食就是一包。 至于这次来台有没有准备中文向台湾的粉丝问好,Anthony抢先爆料,Josephine在语言方面很有天分。 Josephine随即慌张地说,中文是很难的,我是靠住香港的朋友录音。 让我不断地听来练习。 现场也用中文说了我们爱你,你好,谢谢。 Josephine判明回想却始终想不起其他中文,让Anthony诚恳地向媒体表示,今晚我们会想起来的。 逗乐现场所有人。 逗乐现场所有人。 也准备了中文向台湾歌迷打招呼。 逗记者零百年社。 2001-180308。 此外Josephine也分享了创作经验,努力,毅力是一定要的,生命是由不同的事物所组成的,你必须要非常爱创作。 也提到在音乐录上他们已经持续了12年,很感谢尤也很幸运能让作品被大家看见,不要忘记初衷,不要放弃。 要尝试,这样才会有回应。